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龄稍微大了一点 家里有了一台PSR 我又成了那个孩子王 龙珠 数码宝贝 三国无双 实况足球 魂忍者 每次周三周四提前放学的时光 成了我和同学之间快乐的回忆 的确啊 这上述的所有事情 电视机都不是主角 童年回忆里的主角 是制作精良的动画 是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 对于我来说 电视机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电视机作为最重要的配角 它又默默承载着这一切 承载着通关的喜悦 承载着动画里的热血 承载着和小伙伴 一双手柄互相交织的友谊 甚至和电视机在一起的时光 逐渐被手机 拼板所取代 也像我的童年的快乐 被生活 被其他东西所取代一样 那么大环境 今非细比的当下 电视机又承载着什么呢 我希望在索尼A8H 这台电视机上找到答案 电视机是客厅作为重要的装饰品 A8H在外观上 还是比较吸引我的 OLED面板带来了极为纤细的机身 搭配上窄边框的处理 在关机状态下宛如一面黑镜 虽然电视机的背部 不常被人所关注 但是A8H整个背面 做了一个块装的结构 并配有一些装饰的条纹 棱角分明的线条 也比较符合我这种直男的胃口 如果放在客厅 要说多么惊艳 多么艺术品 我觉得倒也没有这么夸张 但是与环境不错的融入感 和让大多数人都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A8H还是可以做到的 除了这些看得着的外观外 A8H有一些细节做得非常不错 比如除了电源线外 重要的接口 摆放到了容易插拔的侧面 支架也做了免螺丝的安装处理 并且还有个单独的理线槽位 别看这小小的免螺丝设计 装过电视的都应该知道 给OLED电视装支架 都得胆战心惊的 扶电视的时候 生怕一用力就给弄碎了 这个支架插进去 基本上就完成了安装 非常方便 装完电视机 我们就简单的体验了一下 先来把非法二一吧 工作室新来的小伙伴 是个非法爱好者 我们就踢了几句非法 OLED响应快的优势 在游戏环节表现得相当明显 画面几乎没有脱颖 整个游戏过程 可谓是行云流水 配上王涛亲切的中文解说 好家伙 直接把我带回了 实况8的回忆中了 而在神隐的游戏测试中 65寸的大屏幕 配合上顶级的画质 游戏体验真的相当之震撼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电影的表现 OLED因为是自发光 对比传统的LCD屏幕 优势就是在暗藏比较多的场景下 深邃的黑能够更好的烘托氛围感 我个人觉得 在miniLED真实是microLED 还没有完全普及之前 这都将会是OLED的专属优势 而在大家平时看的最多的综艺节目中 受制于REC709的制作规格 在广色域的屏幕下 几乎都得靠厂商脑补颜色了 这点作为有着深厚色彩科学积累的索尼 还是非常优势的 普通的节目的观感上 我们工作室的人都会认为 既不会过于艳丽 又不会和REC709一样过于暗淡 相信索尼的X1画质芯片 在这里面应该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A8H的面板刷新率还高达120Hz 配合上电视的MMC动态补偿 都可以获得流畅性的提升 另外为了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A8H也内置了多种色彩模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对色彩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除了预设的模式外 一些细分的选项也可以进行调节 这样就可以根据用户的口味 进行更加细致的调节 非常灵活 当然电视机离不开音质 虽然有一部分人会选择给电视机 另购置音箱来使用 但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来看 大部分人都是买来直接使用的 很少又会再另购家庭影院 所以对于大部分的用户来说 电视机自带的音箱表现还是非常重要的 索尼采用了独特的屏幕发声技术 由发声单元带动屏幕来发声 我觉得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在于 将发声源放到了用户的正面 现在的电视机在不配备回音币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将发声源放在电视机的背部或者底部 相比之下 我觉得正面发声会显得更加自然 也更不容易受到摆放位置对声音的影响 并且索尼还有个声音较准的选项 可以根据空间来进行一定的声音矫正 来保证用户的听感 这里也是录了一段音频作为参考 请大家带上耳机 仔细聆听一下 你的蓝了 我的快乐 让这世界 有点颜色 我好想指责 你太随意了 把木杆 有人捧着 你是不是好的 你像天然 它又一样 终绝不到 你在神速里的名字不重要了 系统方面 A8H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简单和干净 没有过多的推荐 更多像是多个视频源的接口 这点对于知道自己想看什么的人 可以说是做到了不打扰 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喜欢跟着推荐走的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简单了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风格的电视机系统呢 也欢迎和我讨论讨论 诉货文中我还是没有说清楚 今天电视机承载了什么 那我说一件事 在我父辈年轻的时候 家里有台彩色电视机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 家里还有一个带着天线的彩色电视机 我还拿着小霸网插在壁路接口上搜台 那个时候没有人讨论色域 色准 刷新率 接口 我觉得如今 电视其实承载了我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渴望在劳累的工作之后 能有空闲玩一下游戏逐游 能够在周末和班旅看一场优质的电影 我们也希望呈现这些美好的屏幕 能够够格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设备的要求 其实是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而A8H正好让我看到了这种品质 最后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达到或者接近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里是新天科技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欢迎投币点赞收藏素质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